Lucy善良懵懂 刚解放人体器官市场 放出被囚禁的活人 嗯 怎么还剩几个呢 一起放出来吧 哦 柜子上写的狂狮鬼是什么意思呢 嗨 大家好 我是科幻迷布玛 今天继续为大家介绍 辐射的第四和第五集 废土世界 狮鬼哭泼在地表生活了二百多年 已经和世界一样残酷 Lucy是避难所长大的高素质女性 这辈子犯过最大的错 只是忘了跟人说对不起 前阵 露西父亲被绑架 她为救父亲首次来到地面 结果和狮鬼哭泼发生一些不愉快 打碎她所有的黄药水 狮鬼哭泼能活这么久 全靠这种药水 她十分恼火 把露西赶去远方 也不知道是去哪儿 本集正式开始 两人路过一处荒漠废城 这里的蟑螂比你们南方的更大 最可爱 喜欢吗 狮鬼哭泼听见屋里传来嘶吼声 进去一看究竟 屋里是一个狮鬼朋友 他面目更丑 神志癫狂 面前只有空的黄药水 这就是原因 狮鬼长期停药 就会转变成狂狮鬼 狮鬼哭泼认识这个人 本来愿意借他一点 但现在自己也没药了 狮鬼朋友心想 自己已经坚持了28年 没想到还是要完蛋了 真让人暴躁 哭泼转移话题 让他回想 末日前的食物有多美味 通心粉 冰激凌 甚至还有苹果派 朋友被勾起回忆 哈哈大笑 狮鬼大骂库泼变态 但其实我还有点理解 朋友不吃药必然暴走 不如让他沉浸在回忆里 走得无痛呢 当然 狮鬼也不光是为了朋友的好 他也为了朋友的牙皮 还有肉呢 以前的美食都过时了 废土时代有他自己的美食 狮鬼大骂道德沦丧 狮鬼一笑 让他自己割肉去 不然就没得吃了 狮鬼吃一季妙 还是决定动刀 等两人上路时 吃是解决了 哪喝呢 露西接近一处受污染的水源 盖隔技术器 琵琶作响 显然服射极高 库珀是狮鬼 不怕这个 开欢畅饮 露西已经两天没喝水 实在忍不住 忍着呕吐喝进肚里 这就是库珀先让他明白的 废土上有自己的黄金法则 活着最重要 这不让库珀撞到了 他得意的笑 不料呛到嗓子 呕吐不止 这不好机会吗 露西撒腿狂奔 不料前有末日天谦 后有牛仔套索 库珀在200年前可是牛仔明星 手艳还在呢 他想按住露西 没想到这女人生亡 居然一口咬掉她的食指 她一致还致 也切掉露西一致 现在她没有共同点了 露西不敢再跑 被迫来到一处超市 这儿收购活人贩卖药物 库珀要卖掉露西 换两个月的黄药水 交易钱要先验货 所以露西必须进去 不然就得死 他不知道库珀外墙中肝 其实已经长期缺咬 过会儿就晕倒在地上 露西在超市撞上一台机器人 这是通用原子国际四号机 末日前主要用于机家服务 她操着一口英式英语 给人如雅顾佳的感觉 她注意到露西断了根手指 就不由分说 带她接手 这里最不缺人体器官 满抽屉手指 总也更适合你 机器人有三只翘手 无痛无伤 给她接好 还要给她换新衣服呢 露西认了盈眶 你对我真好 不像外面那个疯子 虐待我 她以为她把我送进来 做内沙奴呢 露西苏醒时 正被送往手术室 超市有两个器官贩子 正懒散看电视 路两旁全是活人商品 明码标价 其中一个老太太吓疯了 反复念叨 我是Masha 真可怜 机器人把露西送进手术室 高举起电锯 她TY机械臂躲过第一机 侧身下床躲过第二机 第三机再来时呢 她用电机器拦住 机器人电到上头 胡言乱语 还说要为露西服务呢 露西看看她 再看看水管输通计 确实可以用她 两个器官贩子呆呆的 还在那看电视呢 露西抱着机器人 威胁他们 这可不是拿机器人当人制 她往她的注射管里 注入了管道输通计 这种物质毒性极大 贩子要是不想死 就得放走所有商品 贩子和着个大嘴唇 无奈按下开关 被放走的大多是诗鬼 理智和人类无异 露西真为他们开心 不过玻璃柜里 怎么还有人可怜爸爸的 露西重申 连他们也放走 别跟我藏心眼子 说照沙发就是一枪 贩子觉得自己 不会比沙发更扛打 只好开门 露西看里面的人迟迟不跑 还鼓舞他们不要怕呢 那就不客气了 那些人推开狂诗鬼的标签 奔向自由 露西这才明白 诗鬼 狂诗鬼 一字之差 区别这么大 好在他们跟贩子同归欲尽 谁也没剩下 哦不对 还剩下我是Masha的那个 她还会说话 会不会是正常人呢 真是糟糕的一天 露西收拾收拾出门 发现诗鬼 Cooper已经倒地不起 她明白了 Cooper只要断药 就会跟刚才的怪物一样 她有枪 大可以毙了Cooper 但她有自己的黄金法则 几之所欲 方式于人 她扔下几瓶黄药水离开 证明自己跟Cooper不一样 Cooper几口下肚 满血复活 超市所有的补给 都变成她的 简直爽飞 尤其是满满一箱黄药水 这时候再看个小电视 最爽了 她播放一部 来自司马镇的男人 感慨万千 因为末日前 Cooper是个野牛仔的明星 这就是她演的 你听这句名台词 此人丑陋 强壮 有尊严 我看你满足其中两点 这话说的不就是她自己吗 丑陋 强壮 但没有尊严 她从此开始转变 第四集到此结束 其实呢 这集还有一条避难所线 讲31 32和33号避难所的故事 但那是直线 我们暂且按下不停 第五集的时候 Lucy独自踏上旅程 她会遇到一位新队友 马克希姆 马克希姆是骑士护从 却继承骑士的动力装甲 假装是骑士 组织上新给她送来个跟班 叫丹小哥 此人以前总欺负她 但现在以为她是骑士 被共屈膝 她俩在第三集 合力干掉了恐怖的尸推员 得到了珍贵的博士人头 这可是个大宝贝 马克希姆此行的目的就是搞到她 可以回城陵上了 这晚她来回味着打怪兽的经历 谈笑风生 马克希姆特意给丹小哥打上烙印 这是他们组织的传统 护从有了烙印 就正式成为骑士的人 马克希姆心潮澎湃 觉得两人的关系已经升到新阶段 那么身份的秘密 也就没有必要瞒着了 胆小哥大惊 说好的一起做护从 你怎么成了骑士呢 马克希姆就把莫名顶替骑士的事 解释了一遍 他当然知道这是重罪 但只要瞒过组织就不算 然而胆小哥不这么想 咱组织可是钢铁兄弟会 他们肯定会识破你 把你吊死 马克希姆先想 坏了 这家伙要出卖我了 只好杀人灭口 他财烂胆小哥一只脚 但人类比动力装甲灵活太多了 对方爬上后背 用钥匙拆掉了剧变核心 顾名思义 这是给装甲功能的 胆小哥打不死马克希姆 但能扔在这儿等死 于是呢 拎上博士脑袋掉头就走 其实在游戏里面 动力装甲用完剧变核心 仍可以极缓慢地移动 但电视剧可能设定不同 也可能马克希姆实在太惨了 不会用 他像被关进铁棺材一样 动弹不得 只能饿着等死 一个夜晚过去 巨可爱的辐射蟑螂恢复了活动 他们爬满装甲 撕咬弱点 一旦咬开 可就能吃肉了 突然天降魔女杀光蟑螂 原来卢西刚好路过 他打开装甲面罩 马克希姆终于可以呼吸新鲜口气 其实这俩人有过一面之缘 前几集他俩联手对付过是鬼呢 如果是以前 卢西肯定直接给他放出来 但他饱受人性毒打 已经不是当初的纯情少女 他在犹豫的时候 身体虚弱呕吐 这是之前喝辐射水的副作用 正好马克希姆有废土神药 萧芙妮 交易达成 路西把马克希姆放出来 自己也得到萧芙妮 双赢 马克希姆拍拍屁股 准备从胆小哥手里抢回博士人头 路西知道之后 主动提出组队 有观众纳闷了 路西不是也想要博士人头吗 其实他俩不冲突 表面看 路西也想找回博士人头 其实呢 他是想用人头当筹码 从绑架者手里赎回父亲 没脑袋 用别的方法救父亲也行 这里 马克希姆没有透露真实身份 所以呢 路西也以为他是骑士 心想 我帮你找回脑袋 你帮我含五六个骑士朋友 把我父亲救出来 也很公平吧 其实马克希姆 没法满足这个要求 但他藏了点心眼子 还是同一组队 他们俩经过一出狭路 遇到两个可疑的陌生人 马克希姆大喊自己没武器 路西就纠正说 这不撒网吗 咱有啊 幸好对面也没武器 他们可以各走一边 高举双手互补相反 这场面 呀 太优雅了 看不出来 马克希姆还是个快枪手 他虽然胳膊受伤 但问题不大 他检查尸体之后 发现这俩是恶魔帮的人 恶魔帮滥杀无辜 以人为食 说明杀对了 再往前是沙音市 沙音市是新加州共和国的首都 战后呢 至少有三万四千人生活在这儿 路西的三观崩塌了 因为从小避难所就宣传说 避难所的最终意义是重回地表 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既然美国都已经再次伟大了 避难所存在的意义也就没了 马克希姆答断说 嗯 你们的意义还在 因为沙音市已经被和平了 其实新加州共和国的本心是好的 确实每个人都想让世界更好 问题是每个人都不同意别人的方法 在沙音市毁灭时 马克希姆只是个小孩 他在牛奶巷里躲过一间 并被钢铁兄弟会的一位骑士救走 从此骑士成了他心里最伟岸的形象 马克希姆说个不停 身体渐渐虚弱 路西意识到 他的枪伤比想象中更重 急忙带他治疗 这是一座医学实验室 末日前隶属于必难所公司 可能会有治疗包 也可能有危险 他们俩决定赌一把 闯进一间医疗室 不料出口的门竟是画上去的 这就意味着这是一处陷阱 马克希姆惨叫一声 掉到地下 你听 这是著名的威廉尖叫 威廉尖叫呢 本身是1950年一个老片的生肖 可能因为太有特点了 一直被沿用到现在 他们通常用于高处摔落呀 遭到爆炸或者说到刺痛 已经是用成了影视圈的一个梗 当路西在醒来的时候 正和马克希姆躺在两个急救架上 注意马克希姆的伤口已经被打上绷带 估计昏迷时呢 有好心人处理了伤口 路西看向窗外 脸上竟然绽放出笑容 她相信自己来到了世界最美好的地方 又一处避难所 从后面的剧情来看 这座避难所确实还行 但这个地方也真够奇葩的 具体怎么怪呢 看我下期视频好好跟你讲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